小熊脸红了 一天小熊正在路上散步 走着走着突然跑过来一只小鸡 小鸡说小熊小熊请你帮帮我的忙好吗 我的东西推不动太重了 可是小熊非常不耐烦 他说我干嘛要帮你的忙 我可没空 说完小熊就悠闲地朝家走去 走啊走啊 当他一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门口有一颗大大的西瓜 西瓜旁边站着小鸡 小艳鼠还有小鸟 小鸡看见了小熊 小嘻嘻地说 我们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这西瓜是你丢的呀 我们给你推回来了 小熊听了 不由得脸红了